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台股心情大得很好 18099天長地久 999 這個環境行情 我想請大家幫我們這個一樣 最後一個禮拜也是投票一下 台股是不是就可以這樣亮麗浮冠 站穩萬八再往前衝呢 一致通過 響叮噹 有這麼好 誠英哥先說 愛的鼓勵 一定要給台股一個愛的鼓勵 我覺得我們很簡單的看一下圖 讓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我稍微畫了一下 所以可能要請導播帶一下 為什麼其實 大家如果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從這一次15159之後呢 整個台股的這個回檔 比如說他去挑戰萬八 第一次回檔的幅度很深 我特別畫了一個黑箭頭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可是 第二次挑戰的回檔的幅度就變小 所以回檔幅度越來越小的情況下 你看 這變成一個大的一個 三角形收斂的結構 這時候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我們要嘛就回頭了 不要再承受這種痛苦 好好的認錯 不一定要止血對不對 要嘛我們繼續往上衝 跟你拼了 認什麼錯 對不對 我才不會把我的無薑給你了 早點認錯早省錢 結果沒有破這個三角形的下緣 卻往上衝關 所以這個很明顯為什麼這個最後的一個封關 我們一定要要舉圈 就是我光從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大的一個周線結構 跟大家分享最後補充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圖形的最下面有投信對不對 實際上最近投信對台股的一個買盤其實是非常的一個強勁的 尤其是這個勞退基金那今年播 據我所知道的內幕 還有幾個帳戶已經拿到的還沒播到 所以表示只要一播進來一定要開始動作 然後明年新聞也有講了嘛 也正在物色 幾家大的投信要再來播 大概500到600億的一個資金 這個其實都有一種正面的一個帶頭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千萬不要錯過 千萬不要錯過接下來的行情就丟 沒錯 這波你看到 跟進理事長嗎 兩班 當然我們永遠追隨著理事長的精神 這樣子 大家要知道我是理事長的人不要動我 知道我在暗示什麼東西 你做了什麼事情不要動你 接下來這一位是阿斯坪尼的弟弟 因為今天煥然一新 全新造型 我一直問他說阿斯坪尼去哪裡 我們跟台股一樣重見光明 終於突破了萬八的這個關卡 大家期待絕對不只萬八 最好可以到八萬嘛對不對 但是能夠到多少 我們就一步一步看 但是最關鍵是什麼 用什麼東西來闖關 這很重要啦 如果你闖關闖失敗 那就假突破 大家會增拉回就更慘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開始強的是誰 電子類股喔 航運股鋼鐵股都沒有什麼資金的 資金怎麼樣 完全跑到電子類股 電子類股之前最慘 一度成交比重掉到30%以下 但是最近開始悄悄的回到了70% 七成之上喔 那最近這個禮拜是什麼 半導體展 明天就是開展了 所以看起來有在為這個 半導體展來做熱身 所以前一旦資金進到電子股 大型電子股如果開始動的話 那這個萬八之路就會比較順暢 KK今天誰動 聯發科開始動 對不對 這個當然對於攻堅的力道 就很強 因為人家是 有基本面有毛利率 又有獲利的公司 在往前衝 大盤應該有機會站得比較穩 OK 我們台積電動動小手指頭 動一下就上去了 輕輕鬆鬆 好 林穎 來 今天剛好很開心喔 來上節目之後 等了這麼久的萬八 第一次就攻破 今天真是好日子 我們幾個都財心福心 就在今天喊了多久對不對 沒錯 今天出去大家都一起買樂透 真的真的 所以你看今天一上節目 我今天早上在看這個我們的指數 發現今天盤中就過萬八了 那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過萬八 到底能不能站得上去 或站得過久 或者是站得很久 我相信這才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所以未來站上去之後 一定要持續的去注意 量能是否能夠持續的衝高出來 好 那我們永遠是把風險擺在最前面嘛 那我這邊提供一個數據就是說 未來如果站上去之後的再回檔 那麼注意注意有一個前滴不能夠被跌破 也就是我這個圖上面有畫的這一個圈圈 這個上面有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是17646 這個圈圈17646是前滴的位置 而且它也是一個月線的支撐的 相對的一個位置 所以未來如果衝過萬八再回檔的時候 這個17646絕對要守住 那麼後續只要量能持續衝出來 我們的股價就有機會再往上 如果沒守住 沒守住就要小心囉 要小心了 因為這個漲上去應該都會再稍微整理一下 慢慢走 17646 算是一個多頭的防線 注意一下 我們要來看 我們這一步就是看台積電護國神山 台積電現在也有新的動作 那之前我們看到它其實 在這個新竹的這邊 竹科寶山用地是2奈米長 那當時就說過了 如果這個用地如果不足的話 它會在台中有可能 新建2奈米的這個產能 那麼衞哲家 現在去跑去台中看了 去拜會 大家開始說了 台中要擴廠了嗎 你看台電現在熱到哪裡 漲都漲到哪裡 股市這個房市都漲 陳妍你怎麼分析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 台積電也是風風雨雨 有很多的 這個假消息也好 或是真消息也好 不斷的在攻擊我們的台積電 但是它守得住 沒有像紅紅一樣 就因此而 不要再講太多了 我們今天好好的講 就是給男人的啟示 多花錢少認錯 對 當然台積電花很多錢擴廠 擴廠 台積電有沒有錯 我跟各位講沒有錯 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譬如說英特爾也好 就在講說如何如何 最後還不是要回來認錯 然後還要來想辦法 3奈米的這個產線 能夠撥一條磚線給他 其實我覺得未來 有很多的雜訊 包括甚至在講說 整個半導體產業可能在明年 下半年開始要走下坡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就現階段 我常講一件事情 台積電要設定這個資本支出的預算 他要去做規劃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突然一股腦 就是說我好興奮 我們來資本支出 我們來設廠 我們去找地 我們來蓋好了 不是這中間做了非常多機密的計算 我曾經去台積電演講過 少數財經界能夠進到台積電演講 這一段因為我們直播不能剪掉 對沒錯所以我要趕快講出來 基本上你會發現這些人又聰明 而且他們對於很多事情執行的細節 他們是想得非常的長遠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今天連續三年加起來 資本支出要超過1000億 我跟各位講他絕對不是 完全沒有做過詳細長遠的盤算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去擔心這件事情 當然他是台積電 沒錯啊沒錯 所以難道他沒有想過嗎 訂單的問題 還有這些產業發展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不用因為台積電股價沒有漲而傷心 因為畢竟他是最大的股票 其實他是一個精神領袖 什麼叫精神領袖 只要他在這就夠了 OK好我幫大家直接問一下 那610的台積電你會買嗎 會啊為什麼不會買 就是什麼時候我才不買 就突然有一天台積電說 我們那個資本支出 多寫了一個0 我們可能要刪掉 除非他發出這樣的一個訊號 不然我覺得基本上大家不要太過擔心 好不好 繼續買台積電一樣嗎 對我們說明天開始就是半導體展 上一次台積電就是因為 半導體展 之前他也是休息了兩三個月 去年的半導體展大家可以去查 就半導體展過後 台積電呢 就開始往上慢慢的走洋 那一波從400 就一路攻到670 最高那邊 所以這次半導體展 也有可能會怎麼樣 會觸發台積電的一個 往上的一個行情 加上什麼 1月初就要公佈什麼台積電的12月營收 據說呢 營收會表現得不錯啦 然後1月10號馬上緊接的時候 台積電就要開法說會 那當然就會講 都已經1月10號了 當然就要講2022年的展望啊 那就讓 法人對他什麼 給予厚望 就會有半導體展 又有營收的支持 我認為台積電應該是有機會做表現的 隨便相當隨便 estás純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